今天是2021年8月3日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3日 老徐現在在到達倫敦的途中 所以做不到YouTube Live 但是又有些事情想跟大家說 所以決定在車廂裏做一次錄影 其實今天想說的是從昨天的話題的延續 昨天跟大家說的是 黃耀明和歐樂軒被廉政公署拘捕 兼落案起訴 今個星期四就會開審 就說他們涉嫌違反選舉舞弊有關的條例 主要就是黃耀明在歐樂軒的造勢大會當中 就唱了兩首歌 涉嫌提供免費娛樂 影響他人的投票 好了 今天想延續說這個話題 進入政題之前 其實我也想說說另外一件事 但是其實是有關的 就是這個前香港外國記者協會的主席 叫做Steve Winans 就決定離開香港去英國了 另外還有一個人 就叫做一個藝術家 黃國才 就決定去台灣 台北 這兩個人 都是可以說在香港來說 一個就是在傳媒業當中的喬楚 一個就是一個藝術家 這樣 好了 而兩個離開的過程當中 都是在一個好像類近保密的情況之下 去到了 才公佈 而黃國才甚至說過 他說 在這個決定離開的過程當中 他就說 已經有了一個永遠不能回港的心理準備 同時又要準備 萬一過不了關 就將會被捕 坐牢 面對長時間的審訊 他說這些都是必須要作出準備 至於Steve Winans 他是一個 在香港居住了很長時間的 一個我們叫Expertory 最近老徐也獲得邀請 他一個叫做 他的老公 就是一個外國人 在香港那裡 就做了32年的工程師 最近也是決定要移民回來英國 這樣 言談之間 也是跟他們的移民決定 也是跟政治氣候有關 我相信這種叫做Expertory 在香港過去 在專業領域 是一些很重要的 就是有各種的外國人才 在香港那裡工作 但是我相信 這些Expertory 都會陸續撤離香港 這些全部當然都是一個 跟香港的政治環境有關 當他們提及他們自己決定離港的時候 都是心情非常之依依不捨 很不捨得 他曾經見過光輝的香港 但是又見到現在那個淪落 Steve甚至說 他形容現在是什麼呢 他說 中國的獨裁大幅削減及焚燒 一國兩制僅存的破爛碎片 就是說 其實 即使沒有國安法 一國兩制都只不過是一些僅存的碎片 現在不是了 這個國安法就要將僅存的碎片 都要焚燒 這個就是他對香港現在的形勢 那個判斷 所以 為什麼我說和王耀明 和歐樂軒那件事 是有關係呢 你看到這些人的離港 其實 某個程度上 都是一個不情願的決定 我相信 近這幾個月 離開香港的 可能他們都是 這種不情願 都是一個佔很大的份額 就是說 不是真的想走 但是因為香港搞到今時今日這樣 所以被迫要走 好了 這一種的情況 其實 如果你看到過去那種濫捕濫告 包括我今天想說的就是 這個叫做 王耀明和歐樂軒 他們兩個就因為 就說在2018年的立法會補選上面 就因為王耀明在歐樂軒站台 為他站台 在台上唱了兩首歌 其實昨天那條短片 大家如果還沒看 就可以看回 我們逐步拆解 原來這些情況 過去就故意有知 特別是很多建制派 都是曾經 都是有 類近的活動 就是在他們的選舉活動上面 提供所謂的娛樂 唯獨是不同之處在哪裏呢 唯獨是不同之處在哪裏呢 唯獨是不同之處就是說 這次王耀明就是一個專業歌手 好 後來今天呢 我又看到了 原來呢 曾蔭權呢 在各族連任特首的時候呢 他都曾經請過黎明上台 以及請過古巨基上台 那麼黎明上台的時候呢 就跟這個曾蔭權的支持者合唱奮鬥 而呢 古巨基呢 就獻唱了千個太陽 兩個呢 唱完歌之後呢 都有 好像明哥那樣 明然呢 是支持 為他站台那個的候選人 黎明呢 就曾經說過 他說 希望曾蔭權呢 那一團火 可以照亮香港 然後呢 古巨基呢 就說 相信曾蔭權呢 會做好這份工 而當他們為曾蔭權站台的時候呢 其實距離這個特首選舉投票日呢 就只有兩天 這個案子呢 就可以說 完全可以和明哥 即是王耀明 和歐樂軒的案子 是絕對可以對照的 那好了 於是呢 當然呢 問題就是說 喂 那為什麼呢 那次廉政公署又不執法呢 那當然有很多種的可能性 一個就是叫做 廉政公署覺得沒有case 沒有犯法了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哦 因為他是曾蔭權 那曾蔭權是 競逐特首嘛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算犯法的事情 都隻眼開隻眼閉 Either case 無論是哪個情況都好 你都可以說 是反映出香港那個 所謂的 有法必依的實質的情況 是怎樣呢 那首先我想說 如果就這個case 我自己覺得 即是說曾蔭權那次的case 我自己覺得 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沒有case 那你想想一下 這個曾蔭權那個 那個叫做競選辦公室的人員 是哪些人呢 那多數呢 都是一些叫做 曾經呢 就在這個政府那裏做事 或者 繼續在政府那裏做事的人 那 這班人呢 都是非常之所謂的熟例的 非常之清楚 哪些事可以做 哪些事是違反這個選舉有關的法例 這個是我的猜賞 我也都覺得這個是合理猜賞 那 cuarto才需要 不單是一個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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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特質 所以我的推測就是 這一幫這麼熟悉的人 他不會無緣無故做一些邊緣性質的事情 無謂啊 用什麼 譬如你找到黎明 找到古具機站台 不用唱歌的 是不是 他在講幾句話都可以的 所以我這個叫合理推斷就是 曾蔭權競選辦公室的人覺得 即使唱兩首歌是不會犯例的 為什麼我會覺得這樣呢 是因為 為什麼呢 是因為只是唱兩首歌 你逢是你的法例的詮釋 你都會有一個叫proportion 但如果舉例 黎明古具機上去唱很多歌 搞到整個演唱會這樣 那就不同了 這個真是叫一個娛樂的活動 這個就是我的猜想 唯獨是現在就是說 黃耀明做同樣的事情 就被廉署驅控 你能不能夠說這個不是一個叫選擇性執法 你能不能夠說這個不是政治檢控呢 現在所謂的香港所謂的執法 出發點已經不是說你有沒有犯法 或者是說你犯了什麼法 已經不是這件事情 現在的執法是什麼呢 是你是什麼人 你是什麼人的情況之下 我就決定究竟 昨天所說的捐洞捐納 找一些法例去告你 如果你是所謂的政權要對付的人 所謂的執法部門 就會對你展開全面深入的調查 具細無遺 看看你出席過什麼的聚會 看看你在這個聚會當中有什麼行為 然後就搜索法例 看看有什麼的法例是可以檢控你的 其實重點也不是說一定 你真的犯了什麼法 重點也不是這樣 而是你有可能犯了什麼法 只要你可能犯了法 他就作出檢控的決定 這個跟之前的檢控原則是很不同的 之前就要看你可能被告入的機會多大 如果被告入的機會不大 即使你可能犯法 律政署也是不會起訴的 所以律政署首先必須搞清楚有關的法例 究竟被調查者的行為是否真的犯了法 這是第一步 以黃耀明和歐樂軒 今次被告違反這個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為例 有關娛樂的定義 其實是很幸運的 非常幸運 過去可能有告過 也不是告這些人在台上唱歌 所以這是一個幸運的狀態 在一種幸運的狀態之下 律政署基本上傾向是不告的 因為贏面不高 畢竟黃耀明剛才我說了 只是唱了兩首歌 而不是唱一個演唱會 OK 另外 過去無論是曾蔭權 或者建制派的競選活動上 都有類似的活動 所以檢控官就會問 為什麼廉署過去沒有檢控過任何人 因為到法庭上 辯方都會盤問廉政公署的人員 極可能以此作為主要的攻擊點 你過去為什麼不告 今次又為什麼告 只要檢控官覺得 如果個案子 在這一點上 很容易被辯方挫散的話 他就會以這個案子 贏面不高 就不進行檢控了 這個就是我理解 這個律政署檢控的過程當中的思維方式 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還是像以前一樣 黃耀明和歐樂軒 就不會被檢控的 因為贏面不高 但是今時今日 你聽到這裡都會說 喂 現在你還相信法庭嗎 我還沒跌倒到這一點 我還沒跌倒到 是不是相信法庭 而是我在講的邏輯 講的邏輯就是過去檢控 是怎樣做法的 好了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呢 可以用四個字去形容 邏輯罪名 邏輯罪名就是 我剛才說的 就是去看你是什麼人 然後我要告你 然後我就要看你 有什麼行為 有可能犯法 但是告不告得入 不是考慮之列 這個就變成了一個 就叫做 以法去迫害 異見者 就所謂的政治檢控 好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認為 為什麼還不走呢 因為這個形勢已經去到邏輯罪名了 如果你自問 一個情況就是 你過去都是得罪過政府的 加上 還有 如果你告你 可以產生某種政治效果 那麼政權只需要 當覺得 有這個政治效果達到的話 就進行了 這個叫做 邏輯罪名的 這個 展開工程 邏輯罪名的工程 你一定會 一定會被告的 因為 你一世人當中 如果有人用一些放大鏡 來看你的時候 那麼 他怎麼都會找到一些東西 去告你的 你亂過馬路 都可以告你 是不是 有誰說 一世人沒有亂過過馬路 這樣 那麼 當然你說 亂過馬路很輕罪 但是 現在呢 最大的問題 就是 叫做 無所不包的 國安大法 宇宙大法 基本上你說句說話 譬如舉例 你只是說過一句叫做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你在這個 叫做 示威的現場當中 你說過一個這樣的口號 他都可以說你煽動罪 即使不說你 用國安法去告你 因為可能 這些在2020年7月1日之前發生的事 但他仍然是可以 用煽動罪 煽惑罪去告你 你知道 這個唐英傑案已經 establish了一件事 你不用達到煽惑的效果 只需要你有煽惑的動機 然後 動機 你怎知道我心想什麼 是啊 這些話 原來現在是可以用動機入罪的 不是用行為入罪的 所以我想說 為什麼一開始 就用 Steve Linus 和王國才 他的移民 去引入這個題目呢 在現在香港這樣的形勢 邏輯罪名已經是將將在目 在這個 明國和歐樂軒的case裡面 你看到現在律政處是怎麼做事 所以 其實 真的不要當別人傻 香港政府 你說什麼都沒有用 現在如果 連 上台唱兩首歌 為候選人唱兩首歌 都可以被告 以前來說 我都說了 這裏有一點重複 以前來說 其實 有些case 可能是marginal case 其實 所謂的執法部門 都選擇不告的 法例不是這樣詮釋 就說什麼有法必依 一定是告得 有違法涉嫌的行為 就一定告的 不是這樣 偷作不是這樣之餘 也不應該這樣 一個社會是應該以寬鬆 以寬鬆莫妄 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香港進入了寬鬆莫妄 告一百個人 告入五個 都叫做一個應該做的事情 這個就是現在律政處的 做事的方式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裏 很多謝大家收看收聽 希望大家多些支持 隨時論 將我的視頻share出去 讓更加多人看到 今天講到這裏 拜拜